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人家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持续关注我的朋友知道 昨天呢 我们已经把两个卫生间的作分器安装好了 现在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 是安装洗手池 我们同样呢 我们也是两个卫生间 这个洗手池呢 我也是在网上选购的 我选购的这两个洗手池呢 都自带输装镜 它是一套的 选择了一大一小 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安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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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刚才我换了身衣上 因为刚才干活的这条衣服 我们这两个卫生间的洗手池 加上这个梳妆镜 以及上下水管道的连接 我们一共是做了半天的时间 差不多应该是四个小时左右 中途的时候出去摆了一趟配件 耽误了一些时间 像我这个工作效率 对于比我更专业的安装师傅来说 我也不知道是快还是慢 总之我是尽力在里面安好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对我的安装过程 以及工具或是安装方式 有什么不同的看 可以在评论圈 给我留意 在视频开头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 为了马桶和洗手池 是在网上购买 周围的一些朋友 表示很不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是不习惯于网后 总是在网后的商店 不放心 所以怎样呢 没有信心 不踏实 这个问题呢 我是这样看的 网上的购物环境呢 和我们实体店的购物环境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贪图便宜 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网店 如果你要求价格 低于正常的市场行情 那么你买到的商品呢 一定不是你心里预期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实体店 无论在实体店 还是网购物商品的时候呢 不要第一位的追求低价 这样呢受伤害的只能是我们相会的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正所谓说的一句老话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认为呢 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物美价量的商品 如果它的质量好 价格一定是高于普通的商品 如果是很便宜的东西 它不可能质量是过关的达标的 好了说到这么多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就告一段落 明天呢我们继续做装修其他方面的工作 欢迎喜欢的朋友呢 持续关注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关注点赞收藏整发 明天再见